紅牌綠賣真簡單 控盤K線帶你轉 歡迎收看今天的控盤高手節目 那今天目前大盤看起來 今天又將近中錯百點 而且還最低作收 那當然了 前兩天在節目上我有跟大家分析過 我說在拉回的過程中 如果量是縮的 基本上來講 我們還是把它當成一個叫做錫瘦 還沒有說非常恐慌性的賣家殺出 那有沒有發現今天 投資朋友今天漲停的加速 上市漲5加上貴漲10加 很明顯的 已經有很多股票怎麼樣 就是漲停的加速開始變少了 變少了 但是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在節目上所跟大家推薦的股票 像這個4947的昂寶 今天居然還可以怎麼樣 逆勢攻波段的新高還拉漲停 包括3431的什麼 長天也是一樣 還有前兩天跟大家提醒過的 包括1589的永冠 今天雖然沒有拉漲停 但是怎麼樣還是持續的一個非常強勢的整理 連這個3454的精銳 今天的表現非常的強 為什麼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提醒過的股票 在大盤重挫將近百點的情況之下 投資朋友 它的表現還是檯面上最好的 關鍵在哪裡 為什麼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嘛 就是說今天很多投資朋友 他買股票 他還在用傳統的方式 還在很用舊的方法在選股票 他總是不知道 到底台面上最強的股票是什麼 這就是倒數幣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說 為什麼今天指標 它的優點就是在這裡 它可以用最簡單易懂的方法 讓我們知道 到底你這支股票它的趨勢是在企業或是在漏 如果你選它的股票 哇 像這樣子 哇 如果是你的企業在紅的 你就隨著這個資格做嘛 那如果是在跌的過程中 都不要理它嘛 了解嗎 就不要理 因為你要除非你做空 那自然你不是做空的話 你要做多的話 當然今天去買這種趨勢 都是紅色的股票最好嘛 那紅寶是不是像這個樣子 是不是像這個樣子呢 來 我們馬上來看 到底紅寶是不是如同我在節目上所講的 它就是在紅色的嘛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紅寶從6月26號最低價104.5 漲到今天創破段的新高 能吧 204.5了喔 起10萬了 我只要起100塊啊 起100塊啊 你看我這個字卡 停的在11月7號 191.5 我不去更新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要做個印證 讓你知道說我過去 就是長久不斷不斷的提醒 不斷的提醒 那你說紅寶 它真的就如同我講的 它是紅色的嗎 趨勢在紅色的嗎 你自己看 是不是趨勢在紅色的 是不是只要它確定 它趨勢是在紅色的 你就順著個事去做就好了 一支好的股票 不是說它起漲停板 它創新高它就是好 不是 而是要在大盤爛的時候 在大盤不好的時候 越能夠看得出這支股票 它好的地方在哪裡 我昨天不是說舉個例嗎 外面乾順順 冷風 冷風頂頂吹 對吧 有人說我都穿蝶子都要慢跑 或是在外面生肌 表示怎麼樣 表示他身體好嘛 對不對 外面風這麼大對不對 這麼冷 台北這麼冷 可能你們很多南部的頭順 可能不知道啦 現在台北還滿冷的 那你們想過 你在外面這麼冷的時候 有人說我穿蝶子都在外面走 對不對 不是他身體有放暖暖包喔 不是喔 是因為他身體好 他覺得外面十幾度我覺得還好 沒什麼感覺 對吧 他說你要這樣去思考 為什麼他身體好 體質好嘛 每天吃得好 睡得好 陰陽好 身體好嘛 對不對 不怕寒流來嘛 可是為什麼有的人 只要風稍微吹一下 他是打噴嚏流鼻水 他身體不好嘛 所以你看為什麼今天 在大盤 對不對 這麼爛的情況之下 算一算大盤也跌幾百點了 落四百點 而且今天還怎麼樣 還長黑棒喔 你看這幾天已經出現幾次 這種長黑棒了 你自己去看 當然 同時沒有 我還是那句話 在大盤不好的情況之下 盡量去看那些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 還算可以的股票 還有這個 三四五四的金額 這些股票都是過去 這段時間以來 我雖然沒有天天追蹤 昂寶雖然我沒有天天講 金銳雖然我沒有天天講 但是這就是跟大家提醒過的股票 長天就算我沒有天天講 不表示它就不會漲 有什麼這些股票 我招命的股票都這麼人叫 為什麼 為什麼我點名的這些股票都這麼強 秘密就在這裡啊 對吧 投資朋友 有時候我們在報股票 比如說我們今天我要報一支股票 它到底還符不符合我可以再報它的條件 很多投資朋友他其實不知道到底這個股票可不可以報 那我給大家一個最簡單的方法跟建議 如果你現在手上的股票 每檔都像長天這個樣子 每檔都像昂寶這個樣子 這樣我跟你說投資朋友 原則上你吃股續報都是正確的做法 了解嗎 都是正確的做法 不管它高檔 就算出現一個短線的震盪 很有可能它震盪完怎麼樣 在公啊 為什麼像長天中股票它震盪完會在公 我們撇除利多不去講啊 不要管它稀土的事情 那個我不要再講了 我們不管它高檔如何震盪 只要指標它確定它怎麼樣 趨勢是在紅色的 你報就對了 這樣有了解嗎 你看我講的方法都很簡單 你剩下的就是買點跟賣點 要不要加碼而已嘛 對不 那例如說你看喔 還有其他的股票 比如說像這個1589的永冠 很多投資朋友都問我說老師 你永冠說不會 人家賣的老師說他都賣的 我說賣的老師是他的事 他要賣股票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的指標很清楚的告訴我 買啊還沒賣啊還沒到賣出啊 對不對 沒錯吧 還沒有到賣出的階段嘛 不會嘛 每一趟股票都是這樣子啊 包括這個精銳也是一樣 對不對 紅色的啊還沒到賣出的階段啊 我後面這一段沒有把它截進來 我們看比較短線的 你自己看 10月14號我印的還沒到啊 才剛噴出啊不會啊還沒啊 還沒到賣出的階段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股票抱得住嘛 而你為什麼你抱不住 為什麼很多人好不容易買到黑馬股怎麼樣 被洗掉了 原因就在於說你今天 你用的方法是有錯的 你用的方法是不對的 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時代的 你用的方法根本沒有辦法讓你怎麼樣 牢牢的騎穩一頭黑馬股嘛 所以老師朋友 被洗掉不用萬談 更不要說沒跑掉了 如果你很多標股買了被洗掉 我跟你講投資朋友沒關係 改變一下方法啦 方法稍微改一下 想辦法去學習我們的指標我們的方法 然後怎麼樣避免 常常買到好股票被洗掉 所以你更需要一個什麼 專業的工具跟客觀的分析來輔助你 那這樣子專業的工具 你想要知道的話沒關係 我遠端給你看一下 給你看一下給你看看說 為什麼你被洗掉的原因是什麼 好 那當然啦 很多事情我常在講就是說 不要等到它利空出現 你才來砍股票 有時候都會想過 甚至於很多股票怎麼樣 它出現利多不漲 這種股票你要特別小心 把我拉近一下的日期 10月16號那一天 聯發科要找安恩搶公面板的晶片 你看喔 他合併曾經曾經飆翻天喔 可是為什麼他今天要找安恩 去搶公面板的晶片 反而感覺起來股價沒有什麼表現 沒大金今天還破地怕跌停啊 為什麼 這是10月16號的新聞喔對不對 沒錯吧 冒拉近日期對不對 難道你要等到說 今天它開始跌停 你才去重視這個新聞 它是無效的利多嗎 我覺得不要吧 你看它11月16號 放這個利多是不是在這個位置點 當你發現到它利多不漲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這應該要警覺了解嘛 要有警覺心 不是等到說它今天破地打跌停了 才發現到 哎呀老師我早知道那天就去賣股票 不是這樣啦 那有沒有辦法更早知道呢 很簡單用指標嘛 指標在9月23號有沒有看到 9月23號不就是在這個點嗎 早在9月23號他就告訴你怎麼樣 這支股票翻率啊 那翻率要幹嘛 續報嗎 不是吧 當你發現到它翻率了 又加上利多不漲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要有警覺 表示說這支股票 你不能再看了 這樣就了解嗎 所以說投資朋友 今天主要的事情 很多事情我在節目上 我不方便挑明講 講得太過於入骨 講得太過於直接啦 可是我覺得藉由今天昂寶的創播段新高 一樣都IC設計喔 還有安安 那兩支都IC設計的股票 你看 一支翻鏡 一支投投投 我覺得時候你應該去思考個問題 就是說 你是不是應該趕緊去調整你的做法 趕緊把一些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做股票的觀念怎麼樣 徹底的把它斬除掉 運用我們最新 運用我們最科學的方式 簡單易懂勝率高的方法 來操作股票 就可以避免怎麼樣 該賣的 沒賣掉 然後該賺的 被洗掉的這種 不斷錯誤的觀念 所以倒數別五 很多方法啦 做股票 我沒有辦法去一下 去跟大家講說 你應該怎麼做 你才可以賺得到錢 但是我相信藉由怎麼樣 一個專業來幫助你一把 它怎麼樣其實是可行的 所以這個詳細的這個全配計畫 詳細的內容 麻煩你看廣告 或者是來電掐詢 來電詢問 我就在節目上 我就不方便再直接去明講那麼多 那當然就像我講的 有些股票啦 記不記得我們昨天在節目上 也跟大家提醒過 像這個威鋼 你看威鋼 今天就算它拉回來 開始呈現怎麼樣感覺起來 有人在買 我個人還是覺得 不是說今天去唱這支停辦 不是說你今天去搶這一段 哇好像很了不起 了解嗎 我一直還是很反對 很多投資人去搶這種 去搶這種什麼幾毛錢的這種事情 我還是一直覺得說 很多事情不要等到它發生了 開始挑 開始滑 你才去正視這個問題 你看這個郁金光 節目上我也不但跟大家提醒 來幫我拍一下日期 有沒有看到 102.9月17號 161.5番綠 我真的不希望說很多股票 它開始發生不幸的時候 你才去正視它 陳鴻也是一樣 你看喔 它從5月2號這邊 開始出現轉空 來幫我拍一下 我們證實一下 我們的時間跟點位 不要等到很多股票 開始出現危機了 你才去看待這些股票 要去思考 老公老師我真的 當初應該聽你的話要賣股票 很多事情真的啦 千金難買早知道 這個也是一樣 這樣就了解嗎 我說過我沒有要刻意 惡意去打壓這些股票的用意 而是我不希望很多事情 怎麼樣 等到悲劇發生了 等到你的追腳令寄出來了 等到你的斷頭令下來了 你才去處理這些股票 有時候我才來講 就是說人都是怎麼樣 真的當事發生啊 他才知道他當初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再發生 反正一個重點 當你的股票 它的趨勢 是綠色的時候 記得要記了 我告訴你 千萬不貪 要怎樣 跟這些股票談戀愛 真的 這些股票當然 當然不是說 我不是說他們基本面不好 怎麼樣 而是你要面對一個事實 投資朋友你要面對事實 了解嗎 你要面對事實 他們都是空投的型態 你要面對事實 了解嗎 你要面對事實 當一個人他在逃避現實 不斷的去逃避現實 不因為面對現實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面對到的是什麼 券商無情的什麼 斷頭令 嘴角令 當你的營業員把你的股票砍掉 要跟你回報的時候說 季亞大姐 你的股票我們剛剛把你斷頭 把你砍掉了 難道你要等到這種電話響起的時候 你才會開始怎麼樣去 處置這些錯誤的股票嗎 也許你在講 我告訴你同學 記不記得我在節目上跟大家提醒過 我再提醒一次 很多股票 當大盤在漲的時候 它沒有漲的時候 你要有戒心 表示你買到弱勢股 因為大部分都沒漲 當大盤開始回檔的時候 這些股票 它一定是殺了最慘的股票 我剛剛提醒的這些股票 每檔都是這樣 起 沒分 安恩它有漲嗎 我問你 大盤在漲的時候 安恩有漲嗎 沒有吧 對不對 大盤是在10月 是在11月要創波段的新高 8476 我問你 它有動嗎 沒有動 下場可想而知 當大盤在毀的時候 我跟你講 它絕對很慘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希望大家 討論我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 我希望大家 永遠都是把台面上 最強的股票 買在手裡 就像我們怎麼樣 在節目上跟大家 推薦的安保 長天 三四五四的什麼 精銳 甚至於什麼 1589的永冠 我希望大家滿手都是一手好股 而不是一手爛股 好不好 那之前有跟大家 提醒過的一些股票 雖然說我沒有天天提醒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針對 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過的股票 到目前為止 還可以持續追蹤的 好不好 跟大家做個介紹 好 那我們先進口要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的早餐不要忘記喔 現在有了今天的補助 每個月都有三千個媽咪 像她一樣佔別職場 體驗全職媽媽的喜悅 在老委會的就業安全保障之下 由九成母親重新返回職場 喂 小七姐 歡迎下星期回來上班喔 換你囉 新資補貼好制度 工作家庭都堅固 跟媽咪說掰掰 行情壓縮結束 拖斷賺大錢機會已經開始 一加一請朝而出體驗專案 軟體加訊息 雙工具雙保險 幫您打贏這場搶錢戰役 天真線02-2392-9668 2392-9668 做股票不用緊張輕鬆就能賺 市場唯一盤中三重保固的操盤軟體 盤中親自接聽諮詢 並盤中即時戰報 盤中強弱股提醒簡訊 輕鬆上手的軟體 立即來驗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9668 2392-9668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好 我先強調一點 我們在節目上所推薦的股票 我們沒有做獲利的保證 不是說今天我跟妳說這支高票 妳買妳就一點溫潭 請大家不要有這種誤解 要記得 但是我今天在節目上 我是要跟大家傳出一個觀念 就是說 你要買股票 要買股票 盡量 盡量不要做逆市的單 盡量不要買指標是綠色的 這樣就了解嗎 要盡量做紅色的股票 那當然你順勢操作 基本上來講 大概十之八九都不會錯 那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我剛才在節目上跟大家分析過的這一檔 3474的華雅科 我當然在節目上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說這個華雅科 我知道它其實已經漲很多 你看從去年的11月1.97 不要不要不要到今天創新 最近創破的東西要21點多少 75 滿強的股票 我在節目上我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過去這一段沒賺到沒有關係 那如果後面還有行情 加減賺吧 加減賺嘛 如果他這邊沒有進行一個震動 當作頭 有時候這邊看起來就像這個做一個什麼 三重頂嘛對不對 如果他不是做三重頂 就像有人告訴我說 老師昂寶是菱形頭啊 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昂寶是菱形頭 因為有人說這叫菱形頭 有看到沒有 像不像 像不像一個菱形頭 所以有人去看空它嘛 那當然當你做錯 看錯被嘎的時候 記得趕緊認賠回補 這樣了解嗎 那既然華雅科他不是在做頭 他這邊既然他不是在打一個什麼 三重頂 那我問你投資朋友 既然不是做頭 那你後面應該要怎麼做 當然就要順勢做多啊 所以當你發現到你錯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要趕緊修正你那種錯誤的看法 了解嗎 你看指標在9月5號這邊 有沒有看到 9月5號這邊 打一個底部完成之後 開始持續噴出大漲 這個時候你做人也不太脾氣嘛 既然看四頭飛頭 既然你也發現到這邊 已經不是一個頭部的時候 後面又翻紅的時候 頭這邊 你要趕緊修正你的錯誤 而不是怎麼樣去看空它 了解嗎 就準說你沒辦法買他 你也不去放空 但是你一定要去學習這種什麼 正確的做法嘛 對不對 老師的指標有說 要順這個勢去做 我們就要順這個勢去做嘛 對不對 了解嗎 包括這個也是一樣 富金通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說很多股票 它也許短線看起來 並沒有什麼很大的表現 雖然沒有每天表 但是你要知道說 我記不記得我當初在節目上我說 很多股票 它進行一個底部的整理完痕之後 噴出 它怎麼可能說打了一個四個月的底部 只漲了一段時間就結束 記不記得當初我在節目上 跟大家分析過這一檔具象 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雖然沒有天天講 但是你看它經過一段時間 整理完之後噴出 它怎麼可能這樣子的噴出 只漲了幾天就結束 不要因為它這兩天拉回整理 就把它看空 不是這樣看股票 要先去看它趨勢 如果它的趨勢確定在多方 哪怕這兩天 稍微拉回正上整理 你怎麼知道它不會整理完再攻 對不對 我們先確定一件事情嘛 了解嗎 包括這個風力發電的概念 這個上緯也是一樣啊 我在節目上我也是講 我說它整理了將近怎麼 四個月的底部 怎麼可能拉回漲了幾天 怎麼樣拉回 就斷念它就是歐巴了 就漲完了 誰給你加 沒有了對不對 我先確定一件事情嘛 它趨勢是在多還是在空 了解嗎 所以說投資朋友 很多股票當然 股票市場中本來就是怎麼樣 漲漲跌跌 很多股票 它可能漲了一段之後 拉回整理之後再攻 就像我當初在節目上 跟大家分享這個 永貫也是一樣 這段時間以來 這邊你看它在這邊 在八九月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邊進行整理 整理完再攻 你怎麼知道它整理完之後 怎麼樣不會再噴出 你怎麼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投資 我們要為下一波行情預做準備 很多股票它出身要完成 它拉回整理的過程中 也許它整理完 形態漂亮它有機會再攻 我們要怎麼樣 要佈局的類似這樣子的股票 所以投資朋友 真的啦 做股票說真的 我一時間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該怎麼做 你會賺得到錢 但是我相信堅持一個方向 如果你要做多堅持一個方向 它原則上 這方法絕對是對的 你看紅包 紅通通是不是順勢做 長天是不是紅通通順勢做 就不會錯啊 包括這個1589的永貫也是啊 損這個資格走就對了 包括這個精銳順勢做就對了 了解嗎 你有沒有發現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的方法 永遠的固定都是一個模式 我不會變來變去 相反的 有些股票 我不是說有點名 我是不是告訴你 有很多股票 它趨勢是你的綠色 就千萬不能跟它堅持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你可以發現到 跟股票談戀愛的結果 我跟你講下場可想而知啊 剛剛提醒了安恩 對不對 你跟它談戀愛 我跟你講投資朋友 你真的想愛這種股票嗎 我問你 我敢也愛這種的吧 欸 真的 不要談戀愛 我要愛這種的啦 我要愛這種的啦 我要愛這種的 我要愛這種的 我就是不愛愛這種的 對不對 我就是不要這一種的啊 這種送的啊 除非做空 不然送給我 我跟你講我連要都不想要 連看我都不想看 陳宏啊對不對 這種股票跟這種股票談戀愛 怎麼會有結果呢 無言的結局吧 這怎麼會有結果呢 對不對 你以為會雙人枕頭跟你長相似手 別說了啦 無言的結局吧 對不對 無言的結局吧 對不對 你覺得可以跟這種股票談戀愛嗎 你覺得可以跟鄭達談戀愛嗎 當主朋友 如果說今天真的讓我選 如果選股他可以再來一次 如果之前輸的可以不算的話 我相信 現在這種股票叫你買 你絕對不敢買 叫你買 你絕對不敢買 不是說今天打電話打跌停 今天跟你說這些棒風吹的話 不是絕對不是 我相信我每天在節目上 不斷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什麼 順勢順勢順勢 拜託你們一定要順勢的概念 你如果要放行才的股票 當然我支持你 因為這些股票本來它是空頭的結構 你本來順勢去做空它 本來就是對的 可是你要去思考這個點 那個空的點到底要怎麼空的點 你還是要參考指標去空啊 了解嗎 參考指標去放空嘛 了解嗎 那既然你不喜歡聽做空 認為這個行情還有多頭的話 那當然投資朋友 我還是支持大家怎麼樣 永遠 把台面上最強的股票 一手掌握 漲停板的股票你喜不喜歡 大家一定喜歡 所以要順勢做 漲停板的股票喜不喜歡 當然你要順勢做 漲了一倍的股票喜不喜歡 當然你還是要一個順勢做大股票的觀念 做大部分的概念啊 對不對 強勢的股票喜不喜歡 我相信大家都喜歡 但是你要有個方法 要有個依據嘛 對不對 不是今天你下股票你 你想說台面上強勢過 你下股票你就會對嗎 沒有這種事 所以投資朋友 改變一下方法啦 改變一下方法 把那種經常被洗掉 該跑沒跑掉 該賺沒賺到的那種壞習慣 徹底就改掉 先把你的壞習慣改掉之後 剩下的就交給專業的人士來幫你一把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全配迎戰的計畫 絕對值得你怎麼樣 好好的來研究一下 來跟我們參與 跟我們開槓一下 絕對是有價值得的啦 至於這個計畫的內容 詳細的內容 麻煩你把電話撥通 那對指標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 你要遠端要現場來參觀的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但是記得現在的預約 我們還要照時間 要安排人給你介紹 不然你我剛好不在公司 我也沒辦法幫你介紹 對不對 反正你有任何的疑問 想要徹底改變的 都非常歡迎 節目最後 預祝所有投資朋友曹律順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台北灣江南大宅2805-9898 行情壓縮結束 破斷賺大錢機會已經開始 1加1請超而出體驗專案 軟體加訊息 雙工具雙保險 幫你打贏這場搶錢戰役 天真線02-2392-9668 2392-9668 你還在被口訣 你還在盯著電腦嗎 若武樂 新軟體時代 讓你有更輕鬆的軟體選擇 走到哪 軟體就能賺到哪 相信你親眼看到的 立即來電體驗 02-2392-9668 02-2392-9668 華信投顧 我們用最高的標準 嚴選優質的分析陣容 我們以最誠信的態度 提供每個客戶 最高品質的投資建議 誠信專業負責 引領您投資市場 反敗為勝蓄積財富 投資的事就是華信的事 華信投顧 02-2392-9668 2392-9668 預防狂犬病 請不要接觸 獵捕或飼養衍生動物 如果被動物咬 你怎麼這麼做 可以接觸